來吧! 哈囉!大家! 我現在人到京都了 然後現在是正中午到京都 這邊超級超爆熱 總之我現在要先去我的飯店先放行李 然後再準備去今天打算去的地方 我現在先搭 我住的飯店在四條站附近 應該是搭地下鐵 無管線 你們看看 人超爆多的 因為這幾天光好是日本的廉價 所以外國觀光客多 然後日本人也很多 可是我就是很不怕死的 決定一個人來京都 這次是我一個人的三天兩夜京都行 我現在還不確定我要不要買公車的一日券 因為現在先搭地鐵 是大家都說搭公車買一日券比較划算 我這次住的飯店 應該就是一個 算是一個便宜的商務旅館吧 本來只是想說先放行李 結果 直接可以入住了 所以我就乾脆入住 然後放東西 太好了 現在才12點吧 非常幸運 這次訂了一個小小的一人房 其實就還可以 我覺得一個人住很ok 單人房 而且這間很便宜 我現在買了巴士一日券 這個是700塊的 但是這個一日券呢 聽說只收到 販售到今年9月底而已 聽說之後就會變成地鐵巴士一日券 買1200這樣子 哇 搭了一個非常擁擠的巴士 然後呢 我現在找了一間 然後呢 咖啡廳想要先去吃一點東西 因為其實我大概很久 六七年以前 是有來過京都的 只是 那時候就是真的都去一些 例如金閣寺啊 清水寺之類的 這次就打算去一些 我之前沒有去過的地方 好 希望我的一人旅行順利 今天找的第一家咖啡廳 這家叫HERE 然後這一家呢 是阿拉比卡咖啡 他之前咖啡師出來創的咖啡廳 這裡太安靜了 所以小小聲的說 這裡除了拿鐵還蠻有名之外 他們的 可麗露聽說也很好吃 我最愛可麗露 可麗露是偏軟的 可是它外面 又還是有垂度這樣 現在我要前往花劍小路那一帶 應該就是觀光客比較多的地方 因為其實我剛剛從我的飯店到這邊 一直以來路上真的都沒什麼人 我想說明明這幾天是日本連假 可是很神奇的是就是 就算這裡連假或是放假 但是京都的街道就都還是很安靜 就安靜到感覺到家真的都是 像在圖書館一樣 哇超爆熱 剛剛一路上又感覺到 這裡觀光客多很多 我現在就在這裡 水溢晃晃 我大概六七年前來的時候 我好像就住在這個附近 所以這裡比較有印象 我現在隨意進到了一間 叫做賤人寺的地方 剛經過的時候 我想說可以進來看看 然後這裡就是 進度很古老的禪寺 環境很舒服 會讓人很想睡 睡很熱 我剛剛進去之前呢 真的感覺我快中暑了 真的太熱了 然後進去之後 整個心情變得很平靜 我現在要去一個 吃抹茶絕餅的店 我不確定 它有沒有位置或是有沒有開 去看看 應該在附近裡 我這次來京都呢 只有幾個想吃的 第一個就是抹茶的 抹茶飲品 抹茶絕餅 然後我還想要吃蠻魚飯 然後其他就隨意這樣子 我不知道吃不吃得到 蠻魚飯也是 能預約的都預約不到 因為我這次 其實 來京都有一點零食 我是兩天前才決定的 然後有一些寺廟 或是有一些庭院 我想預約也預約不到 因為要 至少提早一週兩週 才預約得到 這樣 京都這裡的店 連Lawson都做得很可愛 就是他們都不能有任何顏色 要很淡色系的 跟街道比較一致 我大概等了半個小時左右 就進來了 比我想像中還要快 然後這裡面很暗 但是很涼 很安靜 我好像點醋了 只想點抹擦抹肌 可是我點到紅豆的 沒關係 太醇了 我想吃的是 就是每個人都會點抹擦粉 和抹擦抹肌 結果點成這一個 嗯 酷的抹擦 雖然不是我本來想點的 可是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吃完了 外面太陽還是好大 這邊在華建小路這附近走走 其實我覺得雖然剛剛那份餐點 不是點我最想要吃的 可是這樣吃下來好像很剛好 就是 就是它有苦的抹茶 然後甜的紅豆湯也很甜 然後它很鹹的 那個我後來想想它應該是 鹹昆布之類的 就吃起來是有點鹹苦鹹苦的 然後因為每一個都有嘛 所以你吃下來就不會覺得整個都很膩 因為我其實他們還有很有名的是 抹茶的Puffet就是聖代 可是我很怕那種吃起來很膩 這樣所以意外的也是還OK 只是畢竟現在是吃完偏甜食 所以我現在很想吃鹹食 鹹食晚一點再吃晚餐好了 不知道排不排得到鰻魚飯 很想吃鰻魚飯 我晚一點想要去北野天滿宮 因為今天是8月13 剛好北野天滿宮有七夕的點燈 今天最後一天 然後它是大概接近傍晚 快晚上才會比較漂亮 現在快五點 應該晚一點 我現在過去應該差不多可以看到這樣子 我覺得自己旅行的好處就是你整個人心很平靜 然後再加上京都這裡的氣氛 本來就都很讓人覺得很安心 就是你整個人很放鬆 雖然剛剛覺得很熱 可是就是你整個人的心情是沉澱下來的 比起去東京或是大阪 那種比較鬧區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在這裡就可以很自在的閒晃吧 當然如果我覺得天氣涼一點再來會更好 北野天滿宮呢 最大多數人來求的好像是學業 所以大家如果想求學業也可以來 我現在回到四條合園艇這邊了 然後我要來找晚餐吃 可是我不確定就是還有沒有開還是還有沒有 我現在路邊隨意找一家 我把麵點吃 不過我點鴨的炙燒凍 加玉子 點了炙燒的鴨飯 還蠻小碗的 小鳥味適合吃 好的吃完了 鴨肉的味道還不錯 不過就是不會令人特別驚豔 好像比較有名的是沾麵吧 但我想要吃飯就好了 然後因為它實際上好像開得蠻晚的 所以就很適合假設說 在吃小夜或是很晚 進度一定沒東西吃的時候 可以吃 應該今天就先講了 大家明天見 掰掰 早安各位 現在時間超級早 然後我今天也是超早的起來 我本來沒有打算那麼早起來 可是就是今天沒有睡得很好 我就想說乾脆起來準備 然後早一點開始我今天的行程 現在是早上七點多 所以我其實大概五點半左右就起來 然後我就慢慢摸慢慢摸到現在 然後我今天的行程是要去三千院 三千院就是在京都比較近郊區 左京區的一個很傳統的寺廟 然後因為我的飯店門口就有巴士站 所以現在等我的巴士來 就已經經了一個小時的車程 我們現在終於到三千院了 現在剛剛好九點 就是這邊剛開門的時候 現在天氣涼涼的很舒服 這裡好輕喔 我可以想像如果是秋天 或是有櫻花的時候一定超美 其實夏天這樣全部綠綠的也很美 它是有很多種很多種樹種 所以整個庭院造景非常的漂亮 而且真的有看到和尚耶 剛好我覺得我現在最早來 所以現在人還不多很放鬆 等一下它也可以在那邊點茶點 然後邊看庭院的景觀這樣子 這裡其實非常大耶 我覺得這裡慢慢換可以待個兩個小時左右 然後因為這裡幾乎都有樹林 所以雖然現在夏天不會覺得很熱 就天氣滿舒服的 我剛剛看他們介紹是說冬天還會有雪 就是覆蓋在他們的那個寺廟上 所以冬天應該也會很美 就是這裡是四季都有不同的樣貌的 現在這個景呢 就是我站在這個比較上面的橋 然後拍過去超美的 不過我現在自己一個人 但是如果大家有兩個人來的話 可以站在那邊 然後從這裡拍照拍下去 所以這個景超漂亮 這個位置呢可以點抹茶來喝 然後它還有附的お菓子 看出去的景色非常漂亮 看出去的景色非常漂亮 我逛完三千院了 這裡真的是太棒了 一切的氛圍都很悠哉 然後推薦大家最後一定要去那個 就是回廊那邊喝茶 雖然抹茶加甜點 一小塊甜點 600塊偏貴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在那裡享受那個氛圍很棒 搭了15分鐘的公車下來 我要去下一個點 去琉璃光院 這是我最期待的地方 這個之前呢看水瓶小姐去就覺得非常的漂亮 然後琉璃光院它其實平常是春天秋天才有開放 而且是要預約的 然後夏天是特別開放 但是不用預約 因為春天的櫻花和秋天的楓葉是旺季嘛 所以 那就是一樣推薦大家 如果之後秋天要來的話 記得先預約 我自己覺得三千院和琉璃光院可以排同一天 因為它的方向蠻順的 三千院遠一點 然後再下來一點 回撐一點 就是琉璃光院 逛完了琉璃光院 總體而言呢我覺得這裡是比較室內寧靜的氛圍 跟剛剛三千院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琉璃光院就是最主要 我剛剛拍給大家看那個倒影 是最多人在拍的 然後雖然現在是夏天 可是我覺得它倒影拍起來真的還是很漂亮 就是一個很標誌性的打卡點 但是整體的那種狀闊感 遼闊感的話我覺得三千院比較好 可是我覺得京都這裡就是 它每一個寺廟或是每一個庭院好了 每一個景點其實都有很不同的氛圍感 像從我昨天到現在我覺得就是 給人的感受都不太一樣 所以蠻推薦大家都還是可以繼續看 我現在想要回到京都站附近 找個咖啡廳 因為現在已經中午了 所以我不想要中午的時候在外面亂晃 我現在來到京都這家咖啡 手沖咖啡的店 然後這是聽人家推薦的 我選了兩種咖啡豆 然後混合成手沖咖啡 我現在喝完咖啡了 後面那家就是剛剛去的blend coffee 這家店超可愛的 就是它真的是小小一家店 然後座位也不多 可能頂多坐個五六個人 然後這家店重點是它氣氛真的是很悠閒 很閒進 這家店的店員呢超可愛 這個是大重點 就是店員很可愛然後很健康 而且它也會講英文 所以大家如果日文不OK的話也可以講英文 再來是他們家的咖啡真的好喝欸 就是我其實沒那麼常喝手沖 然後再加上我很怕咖啡會有那種太酸澀的味道 然後他這家咖啡就是可以選兩種豆子 他會先給你聞 然後你就可能就跟他說你喜歡什麼樣的味道 然後他們的招牌是就是水果系列的 像Momo啊或是熱帶水果或是草莓 我剛剛選的有點算是巧克力風味搭配熱帶水果 然後我覺得超好喝 就是它喝下去的那個清爽感很夠 可是又很香醇 總體而言呢就是非常推薦大家可以來這家blend coffee 是我目前喝到覺得很好喝的手沖 可能也因為可以選自己喜歡的風味吧 但是這樣子選起來其實價格不便宜 就是他們的咖啡一杯手沖要1300到1500左右 就是因為又選兩種豆子嘛 所以就要再加另外加價 但是我覺得可以來試試看 只是它不會是一個日常美式會一直喝的咖啡 再來我大概走路5分鐘左右 我到了這家村上開心堂 這家村上開心堂我之前是透過代購知道的 然後這家是有點像京都的百年老餅鋪 以前就是像天皇之類的就是會御用 會吃他們的餅乾 然後我之前有買過他們的餅乾 就是那種合裝的鐵合餅乾 要等一整年才買得到 就是我去年7月只有訂 然後今年7月就有收到 我覺得它不是那種一吃會讓你很驚豔的餅乾類型 可是它會很樸實很純樸的味道 但現在應該是買不到 可是它應該有一些其他東西 然後也可以在這裡內用 我進去看看 我之前就是買這一個鐵合餅乾 然後它是預約制的 我們一塊 對 一塊 對 以上 剛剛聽到他們的鐵合餅乾要等到明年6月 但是我覺得說真的等這麼久就是吃一個感覺 因為我之前買了也不會覺得它真的驚豔到不行 可是我覺得它是那種很真材實料 就是你可以想像可能像台灣那種就是很老很傳統的餅店 可是等一年真的是有點久 因為他們好像都很熟工作 我忘記了就是比較耗食 然後我剛剛買了幾個 想說吃吃看不同口味的 這樣 我現在來到警示場 想說還是來這裡看看 就知道 我剛剛去吃看 我要買章魚蛋 章魚蛋 章魚蛋 章魚蛋嗎 章魚蛋 章魚蛋嗎 這是一隻 這隻 對 謝謝 吃 好 吃 超級 OK 我現在要來吃吃看 想說給你們看一下剖面 就是它這個章魚頭裡面 有那個鳥蛋 鵪鶉蛋 但是它這整隻是一口的大小 好像景視場現在這邊都還是不能邊走邊吃 所以就要在原地吃完再走 各位我跟你們說 我現在先回飯店休息了 然後大概六點快六點要出去吃飯 然後我剛剛就看了一下日本的新聞 因為剛好這幾天 真的就是剛好我明天要回去的時候 颱風來 然後明天我剛剛看了新聞說明天一整天 新大阪到明古屋這段會的新幹線會停時 然後京都剛好就在新大阪和明古屋中間 所以很明顯的我從京都回不去東京了 明天會直接停時欸 然後我剛剛就想說 其實我還有假 但是本來後天就是回東京的時候我要工作 所以就趕快先排開工作 然後我等一下要下去問一下 我可不可以再多住一天 想說那我就在京都多待一天 抱歉 我在電梯裡 動一下 我剛剛大概四點就回來休息一下 因為想說有點累了 因為我有預定晚上要吃鰻魚飯 所以我想說回來休息一下再出門 好 現在呢 晚餐時間 我現在突然覺得時間還好多 本來是明天要回去 然後現在又多了一整整天的時間 然後我現在要來吃 這次我最期待的鰻魚飯 這個就是我本來就想來吃 本來昨天想來吃 可是因為他們昨天就已經沒了 然後我就直接昨天來店裡的時候 直接預約今天 他就說OK 這家叫 好久不久 我是預約六點 這裡 好久不久 嗯 嗯 好久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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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白鰻魚 因為紅燒鰻魚 因為紅燒鰻魚在台灣比較常見 白鰻魚我沒吃過 白鰻魚我沒吃過 可以攪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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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ただきます 嗯 再來第二個種吃法 好像是放上 這邊的調味料一起吃 把它加進去應該可以 嗯 嗯 嗯 我覺得層次感又更不一樣 因為剛剛單純直接吃 那樣子吃的時候會比較單一一點 可是現在有加調味料的時候 我覺得層次感比較多 再來第三種吃法 有點類似茶泡飯的方式 一點飯進去 當作類似茶泡飯的方式 會變成像這樣子 整個是鰻魚的精華 嗯 變茶泡飯很好吃耶 第三種吃法有驚豔到我 就要三種吃法的層次都不一樣 我就好神奇喔 所以一開始單吃的時候 就是直接什麼都不加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胡椒味比較重 然後第二種吃法的話 層次感比較重 可能然後 鰻魚味道比較核心 第三種吃法 鰻魚味道比較清淡 但是就會比較像 就是日式茶泡飯那種 怎麼辦都很好吃耶 最後一口飯了 而且你們看它其實吃到最後一口 都還是有鰻魚 就是真的每一口都吃得到鰻魚 他們等一下很夠 最後一口 完食 完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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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幾乎所有的白貨 所有的店都沒開 我現在呢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抹茶店有開 現在連星巴克什麼都關了 我想說來這裡吃個東西 用個電腦 然後外面真的太可怕了 就是風很大雨也很大 好像聽說很久沒有這麼大的台風 然後各種白貨啊 店基本上都關了 現在就是剩少數的餐廳 還有便利商店有開 而且你們知道我就是想說 這幾天應該會很熱 我就穿這樣來 其實我現在超冷的 我剛剛還有去湯基克的有開 就是買一下陰險鏡 因為我只帶剛剛好的份來 反正我現在就先 隨意找個地方吃個東西這樣子 好 大家覺得?" 我欠你了 ус柯 今天好難貴喔 今天是在京都的最後一天 然後我現在是早上9點 我要出發今天想要去的地方 然後現在颱風已經過了 所以天氣終於沒有再下雨了 但是就是硬硬的 硬硬實實悶悶的 然後我今天要去一個日本人 推薦給我的地方叫圓光 搭車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我現在進到裡面了 今天感覺人蠻少的 這裡最有名的就是這個 一個圓的還有一個方的窗 一個叫望遠之窗 然後一個叫動物之窗 就是它是不同的形態的 然後看出去的景色也不一樣 然後看出去的景色也不一樣 看出去的景色也不一樣 初天的時候呢 就會像這個海報上面這樣 感覺是非常的漂亮 這裡的環境也好幼宅喔 不過這裡不算是非常大 就是小小的 最主要就是剛剛那個窗 一方一圓的窗比較有名 可是因為也是離市中心比較遠 所以這裡人沒有那麼多 我現在參觀完了 然後我要回去到 算是市中心 沒錯就是為了這個 大家快一個小時 其實大概大概半小時 然後再走十幾二十分鐘 然後我現在要回去京都 想說離開前還是有一些咖啡廳想要去 我昨天有做功課 有找一些我想去的 這樣 大概是今天的行程 我打算今天可能傍晚左右回東京 因為昨天颱風天一整天 所以等於完全是消失的一天 順便也跟你們更新一下 加上昨天下午晚上我又有點不舒服 所以我真的完全就是待在飯店 然後都吃便利商店 這樣 然後今天就想說再怎麼樣 還是要去一些剩下想去的地方走走這樣 我現在要來這間咖啡廳 這間叫Arch Coffee 好可愛的店喔 因為呢 他所有的餐點都賣完了 所以就剩甜點或是蛋糕 我點了一個布丁 哇 他醬很濃厚耶 布丁超濃 好可愛的 好可愛的 剛剛那家店整體環境真的很棒 而且剛剛到最後竟然只有我一組客人 就是整個環境很 我覺得真的就是京都這裡的氛圍 然後比較可惜的是 他因為下期才12點 可是他所有東西幾乎都賣完了 就是他的鹹食 都賣完了 然後就剩甜點 所以如果大家是想要吃鹹食的話 可能要早一點來比較適合 接下來下一站呢 我要去搜搜 搜搜 來到京都 一定要去搜搜吧 聽說這裡京都有一間搜搜一條街 就是裡面 那邊有很多很多搜搜的東西 雖然我不是搜搜的謎 可是就想說還是可以去逛一下 看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買的 我好像到了喔 我已經開始看到搜搜的店面了 好可愛的感覺喔 這裡繼續往前走 還有搜搜的 Metal Shop 這裡真是搜搜一條街 我先稍微看一下 然後這邊是 小朋友的 然後這邊應該是 包包的 買了一大一小的包包都買黑色的 買了一大一小的包包都買黑色的 這裡也太可愛了吧 還有搜搜的椅子 好可愛喔 每一家店都好可愛喔 你們看這裡還有標示牌 就是搜搜一條街 每一個店都標示在這裡 各種都有 然後再往那邊的話會有 類似襪子的 還有剛剛其實布袋 袋子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一個 即使你不愛搜搜的人 來這裡都會 忍不住想要買的地方 都太可愛了 喔我要看襪子 這家是搜搜足袋 這一間超大間的 剛剛都是小小間 然後這個超大間 也是有一般的襪子的版本 可是穿在裡面 都看不到 就有點可惜 可是還是很可愛 搜搜米可以來挖寶 我現在灌完了搜搜一條街 其他店我就覺得還好 可是這裡的那種小店 現在還是蠻值得 就是晃晃走走的 然後我在附近 在水衣逛一下 這裡 好像因為昨天台風的關係 現在每一班車都延誤了 我還是要練習習慣了 可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搭上車 現在呢 已經等了 那一月二十 還沒上車 我從大概三點半左右 等車的 然後我原本買的車票是三點四十 現在等了快兩個小時 終於上車了 好 各位 我終於到了 東京了 現在時間已經是晚上八點半了 然後我真的是排隊排了兩個多小時 才騎上自由坐車廂 然後再站了兩個多小時回到東京 我真的要瘋掉 腳要斷掉了 然後現在就直接回家了 這次京都行 浴庫五類 救命 好